最近权威的生物学杂志细胞发表了一篇文章称 一种神奇的生物可能是治疗新冠肺炎的希望所在 并不断有最新的实验证明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种生物就是羊驼 今年4月份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比利时根特大学的研究小组 研究了一只名叫温特的梅州羊驼 主要目标是它身上的一种抗体 研究人员发现 当大羊驼的免疫系统检测到细菌和病毒等外来入侵者时 这种动物会产生两种抗体 一种与人类的抗体相似 另一种只有人类抗体的四分之一大小 其中更小的抗体被它们称为单域抗体或者纳米抗体 它可以与其他的抗体 比如人类抗体相结合 物化以后用吸入器吸入人体 作为一种呼吸道病原体药物 它可以直接被送到感染部位 在培养液中的初步检测表明 这种抗体能与新冠病毒用于侵入宿主细胞的刺突蛋白 S蛋白结合 从而阻止其感染细胞 它们是在误打误撞中发现了这种抗体 一开始对温特的研究是在2016年 但它们当时的目标是另外两种冠状病毒 也就是SARS和MERS 中东呼吸综合症病毒 由于当时两种传染病的疫情都已经过去 并没有迫切的研究需要 它们只是进行了一些基础研究 没想到歪打正着 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日英国研究人员重现了它们的研究成果 并更进一步找到了纳米体和其他抗体的结合方式 来自牛津大学罗莎林德·弗兰克林研究所 钻石光源公司和英格兰公共卫生组织的研究人员再次表明 纳米体可以与新冠病毒的S蛋白紧密结合 阻止其进入人体细胞 进而阻止感染 此外利用钻石光源牛津大学的先进X射线和电子成像技术 他们还发现纳米体会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 与已经发现的其他抗体结合在一起 研究人员从一个美洲羊驼抗体库开始寻找 目前选中了英国雷丁大学的一只羊驼 名叫Fifi 他们在给Fifi注射了无害化的纯化病毒蛋白 并提取了产生的抗体 初步实验证实了上述的结果 牛津大学结构生物学教授詹姆斯说 其中一种纳米体可以与人类的抗体结合 并产生比两者单独使用都要强大的效果 这些纳米体可以中和新冠病毒 有可能以恢复期血清类似的方式使用 有效地阻止病毒在患者体内的传播 新研究还另外发现 Fifi的免疫系统产生了与已经确认的抗体不同的抗体 这意味着混合以后注入人体的纳米体 能够被用来检测病毒 这也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检测手段 目前这项研究发表在了 《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杂志上 看到这则消息 小伙伴的心目中是不是有一万只羊驼奔涌而过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